疫情嚴重買電視還要跑好市多 人幾人才來才去太危險了 告訴你我都線上買 到好市多現場買電視會需要加收1000元運費 搬上樓梯另外多收樓層費 線上購物售價貴一些 但是省下運費不用樓層費 這兩種購買方式也都包含免費基本安裝 不過要壁掛掉牆壁 請先自備壁掛價跟額外安裝費用 當然好市多最強的還是無條件90天不滿意都可以退 就是要多收一筆退貨處理費 所以如果你要我推薦哪裡買 我一律建議線上購買 價格會比實體賣場貴一點 重點就是不用在那邊忍擠人 選擇機型還比實體賣場多更多 現在好市多要75吋價格又要親民 也只有這幾台我比較推了 系統和手機投放都好用 顯示能力就一般般期望不用太高 重點還是那句老話 乞丐中的霸主還是乞丐 接下來這三台不是乞丐 是真正的高階機型 顯示能力強滿頻寬HDMI 2.1 看電影玩遊戲全部通吃 要8K選三星 mini-Lay選TCL 要OLED無限對比度就選菲利浦 注意一下TCL這一台就是高階中的乞丐 要不要買全看你口袋 這台好市多線上購物限定的 菲利浦77 OLED 8.6 用的是LG OLED EVO面板 有滿頻寬HDMI 2.1 四龜HDR跟VR ALM電競支援度 就是好市多77吋真正的霸主 不是乞丐 菲利浦OLED 8.6 一共有55、65、77三種尺寸 螢幕左右上三等邊都是10mm 底框出了一些19mm 裡面還藏了一排光源感應器 整個金屬外殼走純黑色系 揚燈器坐在底部向下出聲 還有一顆重低音在後面 一共2.1升到50W出力 右下角有紅外線接收器 電源指示燈 開機不亮燈 待機亮紅燈 底下腳架有兩根非常有質感的 金屬棒支撐 全機板腳架總重38kg 以77吋的OLED顯示器來說有些沉啊 左側腳架有菲利浦Logo字樣 OLED特性就是可以做到超級薄 只有5mm 下半部主機板大約6公分 揚聲器最後的地方是8公分 螢幕背面是髮絲紋金屬材質 小書包的主機板位置是塑膠外殼 一排主機散熱孔 四邊圍圈MB-Lite流光液彩LED燈 旗艦柴油 重低音輻射單體在中間 壁掛支援VESA400X300 這邊有可以拔的電源線一條 還有單顆四方向實體按鍵 OSD有相當基本的電源開關 展示模式音量和輸入來源切換 側邊接孔上到下有一個維修插孔 兩個USB-A2.0 一個USB-A3.2捐換 再來一個3.5mm的音源輸出 兩個支援4K60的HDMI 2.1 下插孔由左至右依序是RJ45網路孔 兩個滿頻寬HDMI 2.1 其中一個支援ERC 所有的HDMI都支援ARC音聲回傳 和HDCP2.3 再來一個光纖音源輸出 無線部分支援藍牙5.0和雙頻Wi-Fi 沒有數位類比調節器 定位屬於顯示器 OLED806比OLED706 多了一條底邊的MB-Lite流光液彩 兩台最大差異就是面板和顯示規格 其他都一樣 這台OLED806搭載4K解析度 真10bit 120Hz LG Display W OLED面板 雖然不是最新的OLED EX 但也稱得上是OLED EVO 面板規格比起小弟OLED706好上一級 實測表現 誤差值最小的顯示模式是ISF白電模式 DCI-P3在95%左右 RAG709大約在96% 相當優秀的色域涵蓋 預設的出廠白片物差值LEOTA 1.2.6算正常水準 校正後可以達到LEOTA 1.4非常低 色溫貼近標準6600K GAMMA 2.0左右 色彩物差值部分出廠的物差值LEOTA 1.2.2已經滿準了 校正後可以縮減到LEOTA 1.1.7 更貼近看電影的D65標準 OLED面板沒有區域控光 因為每個像素自己就能發光 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因為每個像素獨立發光 黑色部分就達到0尼特 所以靜態對比變成無窮大 OLED要的就是這個 OLED806比OLED706有更高的峰值亮度 可以到破千水準 相比去年OLED旗艦LG-G1 也是平均高了100尼特 全買畫面亮度均勻 OLED只可能有壞點不會有暗角 黑就是不發光的黑也不會漏光 灰色部分非常均勻 沒有抹布效應 這就是OLED的厲害喔 要防止OLED烙印的話 就到設定 一般設定 進階 OLED螢幕設定 增強板金影像保護 和清除殘留影像 這兩個就是關鍵 OLED806有比OLED706更高的峰值亮度 更廣的DCI-P3色域涵蓋 而且出廠色彩準確度高 幾乎不用校正就能直接爽爽看 那大家最在意的 一定是跟今年台灣沒賣的77吋 LG-C2OLEDEX相比到底如何 數據一看就知道 OLED806在HDR風質亮度 尤其是大範圍的白光比例 暗了一階 不過這個售價差距就不止一階啦 那這你怎麼看呢 這些數據都我們自己測的 好歹來臉超級感謝吧 菲利浦OLED806搭載的是正規Android TV10 記憶體容量4GB加32GB 切換速度超快 內建Google Play和Google語音助理 這個都是優良傳統啦 前兩支菲利浦影片都有說了 Android手機可以空片的頭放和鏡像頭放 不支援蘋果的Apple AirPlay 2和iOS鏡像頭放 遙控器整支走銀色塑膠材質 按鍵都有背光 關燈也看得到 鍵程比較短但還算好按 沒有抗拒我就不舔啦 設定裡面的EZ-Link 就是CEC外接設備控制 一直遙控就能控制多個裝置 電視關按其他裝置跟著關 其他裝置開電視也跟著開 還能自動切換ARC音聲回傳 黑鼓流光溢彩AmbLight 可以把你家變得很瞎趴 OLED806有旗艦專屬的四方向流光液彩 不管是桌放還是壁掛 都能跟著影片變換RGB燈效 沉浸感滿滿啊 HDR的支援度部分是四規全吃 基本的HLG和HDR10都有 Private Video則是能到最高規 HDR10 Plus Additive全開 網飛最高能點燈Dolby Vision 但沒有Dolby Vision IQ SDR影像模式一共10種 菲利普高階旗艦都這麼多啦 看電影最準最適合的是ISF白天模式 參考一下 HDR模式一共有9種 名稱和SDR模式差不多 個人化設定是預留給你自己調整的 不會干擾到其他模式 HDR10 Plus沒有自己的影像模式可以選 選項名稱和HDR都相同 在Private Video播放HDR10 Plus內容 就會出現HDR10 Plus Additive點燈之樣 杜比世界一共有5種模式 其中包含打GAME專用的Dolby Vision遊戲 看電影我會建議關燈 影像模式就選杜比世界柔和 記得在手動把一些動態蒸汽器 雜訊意識這種干擾畫質的功能關閉 才能好好看電影 陽彈器音量大小一共60節 有2顆10W中高音單體 加上1顆30W中低音組成 一共50W2.1聲道發生 音場和低頻營造的萌萌喔 音效一共有7種模式 除了電影和音樂 也有打GAME專用的遊戲模式 低頻和環繞感都會增加 聲音處理方面 除了Dolby Atmos 也支援虛擬的DTS Virtual X 和無線協定PlayFi 可以和支援的無線音箱連線 陽彈器外放音效 可以支援到Dolby Atmos 和DTS HD 編碼 不過要解DTS X 就需要另外靠擴大機或森霸了 開啟ERC 就能直通DTS 和杜比嘉無損編碼 讓森霸或擴大機 解除Dolby Atmos 和DTS X 次世代音效 要注意這個ERC 會佔用一個HDMI 2.1的孔 記得把森霸接在HDMI 2 串流平台的影音支援度點燈點滿 Netflix、Disney Plus、Apple TV Plus的雙度比都能點燈成功 至於Pri-Video則是HDR10 Plus的DATIVE 和Dolby Vision雙規都能支援 真的超滿 我們接上Xbox Series X看一下遊戲機能 解析度幀率最高能跑到4K120 HDR10 要4K120多V Vision去找LG8 視訊模式裡面全部勾好勾滿 影片必勝度最高能到RGB 10bit 建議選這個就好 PS5的支援度部分 最高依然是顯示4K120 HDR10 其他機能的ALM、自動電池和VR可變更新率 48-120Hz都有 色彩格式最高能跑到RGB和YUV422 12bit Windows PC部分可以標到最高4K120 HDR10 VRR 可變更新率有支援AMD FreeSync Premium 和NVIDIA G-Sync Compatible兩家通吃 不過G-Sync並沒有拿到認證 是實測才知道可以相容 色彩格式和接上顯卡的品牌也有關係 AMD顯卡接上去最高可以跑到YUV422 12bit 和RGB 10bit 換成NVIDIA顯卡 最高就是YUV444 8bit 和RGB 8bit 色彩格式不太一樣 OLED面板反應時間都非常快 不用擔心 影像模式切到遊戲 輸入延遲大概在21ms左右 如果跑4K120 大約就在12ms左右 就是一般水準 說回來好事多以前 電視加上琳瑯滿墨 現在只會將你半黑卡續會員 架上擺了2萬元機種 到處都是 對我來說那種等級已經不叫乞丐了 叫做垃圾 這台77吋的OLED806 是比照去年LG G1的OLED EVO面板 顯示能力也是旗艦等級 但和今年OLED EX面板相比還是弱了一點 這個很正常 尤其是現在價格降下來 絕對是OLED裡面大尺寸最划算的 記得這台是好市多線上購物only 不用特別跑賣場了啦 吃的可以3C就算了 最近FB一直在刪我們社團的文 也不知道是水軍入侵還是臉書bug 不過我們還是會把這台建議設定 放在FB社團 偶爾還會有好康團固 有興趣的去看一看吧 我是科技狗Eason 掰掰 OK